第31集 张燕站起身 之间在不远之处 张缺和张青两人正站在一块石头之上 盯着矿洞看 听到张燕起身的声音 两人回过身来 咦 张青打亮了张燕一眼 惊异地道 张燕 你居然又有进步了 看你这样子 都要突破到五到三重天中期了 就连一向没有什么情绪波动的张缺 也是用一种看怪物的目光 打亮着张燕 张燕呵呵一笑 说道 这次调息略有所悟 有一点精进并没有什么出奇的 张青摇头道 你这家伙 明明资质平平 但修炼速度确实快得出奇 每修炼上一点时间 就会进步上一些 这真是太打击人了 过奖了 张燕摆摆手 环目四周看了一下 之前自己置身一个巨大的山谷之中 山谷四周 都是大块大块的岩石 而在一些特别大块的岩石之上 不知在什么时候 居然聚集了六十多个少年 这些少年都是衣衫破烂 面目憔悴 正盘坐着条西 张燕留意了一下 发觉十列排名前三的张玉虎 张大红和张阳都在其中 见到张燕的目光 张阳狠狠地瞪了回来 一副要杀了张燕的样子 张阳在矿洞之中 想夺取张缺手上的赵明香 但没想到张燕突然出手 一刀就将他斩的倒飞出去 受了不轻的伤 好不容易才从黑暗的矿洞中摸出来 这一刀让张阳彻底恨上了张燕 如果不是身受重伤 他恨不得立即向张燕挑转 一脚将张燕踢上半空 张燕冷笑一声 也懒得理会他 向张青问道 过了几个时辰了 张青笑道 已经过了十一个时辰了 这些家伙从洞里跑出来的情景 真是精彩极了 有的大喊大叫 有的蹦蹦跳跳 有的逮着一个人就不停地说话 有的干脆就晕了过去 一个个像疯子一样 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正在说话间 呼一阵歌声远远地从矿洞之中传来 张燕朝矿洞看去 只见矿洞中一个全身一丝不挂的少年 正在扯开喉咙 纵声高歌 他一边放声高唱 一边拼命狂奔而出 看着这家伙 张燕摇摇头 心存道 这家伙 肯定是受不了那种可怕的记性 所以就自己不停地唱歌 这方法虽然吃力了一点 难看一点 但还是比较有用的 又等了一阵 又有几个人从洞中跑出 这几个人一边跑 一边大声叫喊着 鬼魂 鬼魂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出到了洞口之外 他们也没有停下脚步 好像背后真的有着鬼魂在狂追 那副样子让张青一阵大笑 好了 十二个时辰已到 一直守候在洞口的方脸青年 低喝了一声 这个矿度 要在十二个时辰内通过 在十二个时辰之内无法通过 就等于无法通过 青丧本家的第一轮测试 张燕看了一下场中的人数 发觉 大约有四十个少年 无法在指定时间里走出矿度 这些没有及时走出来的人 只能使到青丧本家 从杂役做起了 宣布测试结束之后 方脸青年带着六十多个通过测试的少年 往山谷之外走去 这一走 就是整整十天 每天都是日出而行 日落而息 夜里就在荒野之中度过 吃的 睡的 用的 都需要自己解决 一些适应不了这种生活的少年 每天都是叫苦连天 张燕 张缺 和张青三人 都有过在野外生存的经验 这种日子对于三人来说 并不算什么 三人分工合作 日子过得颇为滋润 昨夜是休息时间 张燕此时已经没有了脆体灯和炼体灯 但他手里还有聚气灯 张燕每晚扶下一粒聚气灯 修为一点点地提升着 离五到三中 中期是越来越近了 到了第十天 翻过一座大山之后 张燕忽见眼前一片开阔 一座巨大的城池出现在地平线的尽头 这座城池城墙漆黑高大 犹如一道黑墙远远地横在天边的尽头 远远望上去 有着一种坚不可摧的气势 又有着一种岁月沧桑的感觉 看到这座城池 众少年的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张燕脸上也出现了一丝笑意 他知道青桑城已经到了 青桑城是青林郡较大的城池之一 也是青林平原之上最大的城池 雄伟而有着悠久的历史 青桑城交通便利 各种修炼资源丰富 城里面势力纵横 强者众多 青桑城内繁华之景 园圆圣 引得一众少年嘖嘖赞叹 张燕虽然有着前世的记忆 却也是第一次来到青桑城 城里面的种种景象也让他眼界大开 张燕和一众少年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欣赏繁华的青桑城 他们很快就被带到了张家 青桑城之中有着周 张 罗 李四大家族 张家处于青桑城的南方 张燕此时才发掘到青桑张家的底蕴 这青桑张家密密麻麻的建筑物 整整占据了大半个山 那一间接着一间的建筑物 数也数不清楚 远远望去 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蛮兽 有着一种森然不可侵犯的气象 众少年看到张家如此雄伟的景象 显示震惊 接着就是精神为之一阵 脸上全是兴奋之色 方脸青年看到众人兴奋之色 不仅微微摇头 他把众少年带到了一座高大的建筑物之外 开口说道 好了 我的任务就是把你们带到这里 现在你们就静静地待在这里 不要四处走动 等一下自然会有人来接应你们 方脸青年走了之后 众少年说起话了 再也没有了顾忌 一个个大声地议论着 我们张家的本家 果然够雄伟 好大的气势啊 能够来到这里追寻武道 值了 在这里 我一定能够修炼到武道九重 跨入真道 我要成为青丧城的最强者 甚至成为青临郡的最强者 少年们一个个雄心勃勃地说着自己的野心的时候 一些细心的少年忽然又又发现 他们发现 这张府里栽种的花草树木 竟然全都是难得一见的品种 开出来的花儿千姿百态 娇艳无双 异常地惹人注目 这几株 是剑竹 这种剑竹生长到三百年之后 全株就会坚硬如钢 小显来制成剑 锋利之处 更胜于普通的百炼剑 看着几株剑竹的橙色 至少也有了二百年的火候 诶 这是猪鹰草 这草全身红得发紫 看来至少也有着五十年的火候 只要在生长上一二十年 就能够全身发紫 变成变异药物 好大的一棵 酱香木啊 这酱香木 至少也活了四百多年了 这种树 散发着一种淡淡的香气 练舞者文之 能够起到静心凝神之效 怪不得一踏入张府 就闻到有一股很舒服的气味 原来竟然是它散发出来的 您现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熊霸蛮荒》 众少年一个个惊奇地叫着 张叶却是不声不响地找了一个地方 盘坐下来养气 这酱香木的香气 对于修炼来说 的确有一定的功效 张叶坐下来 心神很快就进入到那种 砖气炙柔的状态 体内的真气活活泼泼地运转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张叶忽然感觉到有些诡异 先前还大声说话的少年们 竟然一个个闭目不语 张叶心神栩栩回转 睁开了眼 之前在石树杖的前方 有几个少女 飘然从那些娇艳的花儿之中行过 美丽的花儿与美丽的人儿相得一张 看上去恍如是天上的仙女 这些女子当头的艺人 黄伤长发 滋容秀丽大发 一举一动之间 自然而然地带着一种高贵 而清零的气质 不知不觉见 那些少年们的目光 就全部集中到了她的身上 好漂亮啊 一个少年嘀嘀地叹了一声 是啊是啊 不知这个女子是谁啊 如果我有这么一个女子 当我的双修伴侣 这一辈子也就值了 你们就别妄想了 这是一个少年冷笑一声 说道 你们知道 这个穿黄衣的女子是谁吗 我告诉你们 她是清丧张家家主的四小姐 也是清丧城中最有名的三个女子之一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俊杰凑上了现阴气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的年轻高手为她而决斗 我们不过是一群从乡下来的土鳖 人家连看一眼都会觉得我们碍眼 可笑 你们还想怎么怎么样 真是可笑 这一番话 说得有些伤自尊了 众少年虽然知道这番话说得有道理 却也忍不住出声反驳 场面一时间乱纷纷的 这时一个少年突然结结巴巴地叫道 四小姐 四小姐向我们走来了 这就是怎么一回事 众少年停止了争论 发觉四小姐果然是行过来了 朝他们行过来了 四小姐身份远比我们要高 她怎么会向我们走来呢 难道她听说过我的威名 想过来认识认识我 很多少年都有着这个想法 众少年都挺起了胸膛 做出一副鹦鹉的模样 不但普通的少年有这种想法 就算是实力出众的张玉虎 张大红 张阳 张印 张文张坚等人也都不自觉地挺起了胸膛 以便更加地吸引四小姐的目光 你们就不用装不作样了 张玉虎这时傲然出声 说道 我们这一批人之中 只有我一人能够在十三岁时 进阶到五到三重 四小姐如果行过来 她要认识的人肯定是我 众人纷纷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张玉虎 张玉虎浑然不在意 他天资出众 十三岁就进阶到五到三重 一贯一来都是目光的焦点 再多的人朝他瞪 他也不会怯场 他目光盯着四小姐的身影 心中想到 四小姐虽然年纪大了一些 但姿色还真不错 如果能够娶了她 我绝对会成为张府中重点培养对象 以后我就再也不用为修炼发愁了 药物秘籍丹药 要多少就有多少 四小姐宽宽而行 很快就行到了众少年面前 目光微微流转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众少年先前还不停地叫嚷着 要娶四小姐 但现在被四小姐的目光一扫 竟然一个个脸色发红 眼睛发直 连话都说不出来 咦 四小姐似乎是看到了什么 她忽然笑了一笑 说道 张业 我说怎么看不到你呢 原来你竟然在修炼 什么 这张业 这照张业的 听到四小姐的声音 众少年都呆住了 一直挺着胸膛的张玉虎 脸色瞬间红得像一块红布 恨不得在地上找一个洞 一头钻进去 张业虽然不喜欢出风头 但人家四小姐只名道姓地和你打了招呼 如果再不出声 那就说不过去了 她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说道 四小姐 四小姐一摆手 说道 你救过我一命 我们之间无需如此生分 以后你直接叫我张姐好了 听到四小姐这么一说 众少年这才知道张业竟然救过四小姐一命 这让众少年心里又是吃惊 又是羡慕 又是妒忌 其中的张玉虎与张阳更是目光闪动 也不知道在想这些什么 四小姐张月梅 示意张业远远地走到一边 随后低声地说道 张业 你们之脉的子弟进入本家 首先要接受一次资质和一次实力测试 其中资质测试的结果将会决定着一个人 是否会得到家族的培养 张业 你的资料 我看过了 资质似乎并不是很好 张姐心里有点明白了 说道 张姐 你的意思是说 以我这种资质 在家族里根本就得不到培养 张月梅点点头 说道 上等的资质会重点培养 中等资质会一般培养 如果是下等资质 那么只能是被闲置一边 让你自己修炼 又会安排到练器室 练单室 采药队 商队等地方当学徒 终生与武道无缘 说到这里 张月梅说道 姐知道你志在追求武道 但你的资质又不是很好 因此 姐打算说一下情 先让梅姥姥收你为弟子 然后一步一步把修为提上去 争取在十八岁之前 进入到五到四重天 成为内门弟子 听张月梅说到这里 张月已知道她的意思了 不过张月想也没想 就拒绝了张月梅的好意 说道 张姐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 我相信我自己能够在十八岁之前 进入到五到四重天 张月梅微微一争 她想不到张月竟然会 如此干脆地拒绝了她的好意 正想劝说上几句时 忽听到一个声音 想了起来 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你以为五到四重天 是那么好进入的吗 我告诉你 即使是上等资质 能够在十八岁之前 进入到五到四重天的 也是十中无一 至于中等资质 能够在十八岁之前 进入到五到四重天的人 是百中无一 而下等资质 我至今没见过有人 能够在十八岁之前 进入到五到四重天 绝大多数的人 毕生都停留在五到三重 张月 现在 你还有没有把握 在十八岁之前 进入到五到四重 说话的人 竟是没姥姥 这个老妇人对张月 似乎有着一种 莫名其妙的敌意 一出现 立即就嘲讽起张月来 对于这个老太婆 张月是一点好感也没有 不过她表面上 神色却是丝毫不变 说道 虽然我是下等资质 但信心我还是有的 张月语气平淡 但却透着一股 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自信 梅姥姥冷笑道 信心 信心有个屁用啊 这世上有多少血气方刚的少年人 进入张府的时候 也是像你这般信心满满 但数年之后 他们一个个毫无寸进 像是一个斗败了的大公鸡般 灰溢溢溢的离开张府 等着看吧 张月 你以后啊 也是其中的一员 梅姥姥这话 实在是太打击人了 就连在夜旁的张月眉 都不由的皱了一下眉头 说道 梅姥姥 张月不是一般人 她能够在十三岁 进阶到五到三重 那么也很有可能在十八岁时 进阶到五到四重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